在地球上 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 它们以极地冰盖和山地冰川的方式 广泛分布在南北两极和世界各地的高山之巅 装点地从云端通往人间的阶梯 除了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州冰盖 全球一共有近20万条冰川 总面积约73万平方千米 中国是全球中低纬度冰川数量最多的国家 其中 中国拥有超过5.3万条冰川 总面积超过4.7万平方千米 是世界两极以外陆地冰川总面积的约6.5% 这意味着中国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冰川大国 它们滋养大江大河 孕育沙漠绿洲 甚至参与了构建我们的文明和山区 但是这片土地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冰川 它们都在哪里 在全球变暖的当下 它们又正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向大山 去探访那些你闻所未闻的中国冰川 在中国西部 高原和高山为冰川的诞生提供了低温 但是真正孕育冰川的力量却是高空的水汽 这里是藏东南的刚日嘎布山脉 嘎龙拉雪山 它正处在西南寄峰 向青藏高原疏同印度洋水汽的必经之道上 于是高山拦截了高空的水汽 使这里的雨水十分充沛 年均降水量都在1000毫米以上 每当冬川之际这里经常大雪纷飞 山顶的积雪则久久不化 逐渐压实成冰 然后顺着山坡倾泻而下 形成了由冰雪构成的极致河流 它就是冰川 在这样湿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 其冰川园区的年价水量 在1000到3000毫米之间 这样的冰川被人们称作海洋性冰川 在中国 海洋性冰川广泛分布在 受西南寄峰和东南寄峰 共同影响的西南高山地带 总数超过15000条 总面积超过12000平方千米 分别占据中国冰川总数的29% 和总面积的约25% 藏东南的亚洞冰川是五国第二大的海洋性冰川 它的总面积约为179平方千米 仅次于念清唐古拉山的恰星冰川 它从海拔6600米的山顶流下 流过了34000米后 到达了我脚下的海拔约4000米的冰川末端 在这里由于海拔较低温度较高 冰体内部的温度接近溶点 于是在冰川底部常有溶水润滑岩石 使这条冰川的流速非常的快 平均每天可达到0.8米 而在它的上部最快处可达到每天2.2米 每年可以流出约300米 快速的流动 使亚洞冰川在末端变得支离破碎 在冰湖周围 形成了非常多的巨大的冰川碎块 在阳光的照射下 展示出蔚蓝色的光芒 非常壮观 由于流动很快 海洋线冰川对岩石的破坏力极强 堪称大地的雕刻师 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冰川地貌 在山顶附近 冰川将山峰切削为四周陡峭的角峰 远看如金字塔一般 而山脊则对两侧的冰川 切削为如刀刃一般锐利的刃子 当几条小冰川最终融合在一起时 他们又会将各自的冰测器 转变为主冰川上的冰中心 于是在冰川上 留下了几条优美的流线 当这条冰川连的峡谷倾泻而下时 会不断地刨石谷底和两侧的岩石 将山谷变成深幽形的冰川草谷 到了冰川末中 随着冰川不断消融 大量的冰漆物又会堆积在一起 变成高手的冰漆物堆 标志着一条冰川生命的终枕 即使你从未见过冰川 但是只要你来到青藏高原 也一定会在不经意之间 邂逅由古代冰川所塑造的山盒 但是这位雕刻大师的颜值可能并不太高 在海洋性冰川的下部消融区 大量冰漆物堆积在冰川表面 使冰川显得脏乱不堪 杀石众多 想要遇见更加洁白 更加极致的冰川 我们需要去海拔更高 气候更加干旱的地方 位于西藏山南市浪卡兹县南部的港部冰川 也被人们叫做四林冰川 它从海拔七千多米的山顶留下 在山谷中流出十四千米后 抵达了位于五千三百米的冰川末端 加之四林冰川 远离雅鲁章布江大峡谷 沿峡谷北京的印度洋水汽 也难以影响到这里 于是这里的雨水更加稀少 在附近的曼卡兹县 年均降水量不足四百毫米 而在山顶的冰川园区 年均降水量只有不到一千毫米 人们将园区降水量为五百至一千毫米的冰川 称之为亚大陆型冰川 在中国 它们广泛分布在受西南寄风 和西风带交替控制的内陆高山地区 来自印度洋 大西洋 来自北冰洋的水汽都已强烈减弱 在阿尔泰山 天山 齐连山 昆仑山 堪拉昆仑山 和喜马拉雅山中西段 形成了大量的亚大陆型冰川 是中国最主要 也是分布最广的一种冰川类型 这一类冰川 约展中国冰川总面积的44% 它们集累慢 冰体温度低 内部含水量也低 夏季的溶水 通常从冰川表面流过 成为冰上河与冰上湖 几乎没有底部暗河润滑岩石 平均每年的流速 介于30至100米 远低于海洋性冰川 以四林冰川为例 它每年仅流动不足90米 不到雅弄冰川的三分之一 所以 它们对岩石的破坏能力也不强 各类冰川地貌的规模 则稍逊一筹 就连冰器物的含量也更少 使冰川显得更加洁白 由于流速慢 融化慢 而且冰上河十分发达 四林冰川末端的碎冰块 有充分的时间沿着裂缝不断消融 并且被溶水不断切割 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 高大林立的碎冰群 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冰塔林 纵观中国西部冰川 那些特别壮观的冰塔林 往往都分布在亚大陆冰川的末 例如 同在喜马拉雅山北拓的 曲登尼玛冰川 以及珠峰脚下的东隆布冰川等 当我们俯瞰冰塔林 冰体上的纹路格外引人注意 它们是随着雪花 一起积累的花粉 尘埃等杂质 因积雪融化而腹极 形成的乌化草 就像年轮一样 它们记录了古代冰川的气候历史 但在冰川末端 经过了速食千米的流动 冰体早已变形 扭曲 冰川年轮的顺序已被打断 失去了大部分的科学价值 仅仅给冰塔林 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视觉感受 只是 冰塔林虽然壮美 但却并不能展示 中国冰川全部的魅力 因为 在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 清湛官员腹地 还有一种冰川 蕭含着第三集真正的力量 它 就是极大陆冰川 你好小迪 在我 导航去浦若港的冰川 真命 在清湛高原腹地 你关于冰川的所有认知 都将被一座超级冰川所颠覆 它就是浦若港日冰川 中国西部的冰雪王冠 浦若港日冰川 发育在若干座 六千米级山峰的顶部 山势平缓 且连绵不绝 使它如原野一方广阔 总面积 超过三百八十米冰川 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浦若港日冰原 只有少数的山峰 刺破冰层 仿佛大海里的小岛 被称作冰原岛峰 在冰原的四周 五十多条冰蛇流向低处 逐渐消融 人们将这一类冰川 称作极大陆性冰川 约占中国冰川总面积的 百分之三十一 它们分明在远离海洋的 内陆深处 例如青南高原附地的 羌唐高原地区 昆仑山 以及派米尔高原东部等地 来自各个方向的水汽 到了这里 都已是强弩之末 年轻降水量 甚至不足五百毫米 并且 这些降水主要发生在夏季 浦若港日冰川 消融极慢 几乎没有冰上河 因此 末端的冰塔林 低矮宽大 形态很不成熟 不如亚大陆形冰川壮观 而极慢的流速 也使浦若港日冰川 对地貌的塑造能力极弱 不仅冰川谷的幽形外观不典型 就连冰器物的总量也很少 但是 流动极慢的冰体 又能够长期研磨岩石 将其碾成极其细碎的沙土 再经过高海拔大风的改造 在冰川的附近 形成了若干沙丘和戈壁景观 浦若港日冰川的溶水 逐渐消失在寒冷干旱的高原腹底 但是 还有一些极大陆冰川 例如 长江源的格拉丹东冰川 黄河源的阿尼玛清冰川 它们 就像很多其他的冰川一样 孕育了大江大河 流向了人类的家园 中国冰川的冰储量 约为4700立方千米 折合淡水体积 约为42300亿立方米 是2020年 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倍 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 固体水资源库 它们的溶水 汇成溪流 容纳百川 不仅孕育出 亚洲各地奔流入海的伟大江河 也为亚洲内陆的干旱 提供了超过30%的核实 以这样的方式 冰川来到了超过20亿人的身边 成就了亚洲水坦的威名 从这个角度来说 冰川距离我们从不遥远 它们虽然高悬于天边和远方 但是也孕育了江河与文明 流淌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血液之中 但是随着快速的全球变暖 超过80%的中国冰川 正处在加速消融的状态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 中国冰川的面积 缩小了18% 仅在2008年至2018年这10年间 就有300多条冰川 彻底消失 总面积减少了3.74% 可是我们的家园却还没有准备好 迎接这样充沛的溶水 在冰川末端 冰湖的蓄水量正在快速增大 增加了冰湖决堤的风险 容易造成突发的大洪水和泥石流 威胁着下游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青藏高原附地 大量的冰川溶水汇入湖泊 与因为气候变暖而增加的降水 和冻土溶水一起 造成了湖泊快速扩张 一些传统的牧场和村落 正在受到威胁 在新疆等内流干旱地带 快速增加的冰川溶水 令绿洲河流变得更加澎湃 一方面增加了生产生活用水 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洪涝的风险 威胁着人们的家园 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失去控制 那么到本世纪末 全球气温可能会上升2度 那么青藏高原的温度 将会上升4度以上 但那时 将有超过90%的中国冰川 彻底消亡 这也便意味着 由冰川溶水带来的水资源红利 将会在本世界中户业逐渐消失 在西北地区 严重依赖冰川溶水的绿洲河流 不仅将出现断流 改元 萎缩等变化 也更容易出现大哭大哄的水文特性 给生活在周围的人们带去更多的挑战 幸好 我们并非束手无策 针对温室气体浓度过高 导致的全球快速变暖问题 我们可以探索二氧化碳地质风存技术 用工业化的方式去除 因工业化生产而产生的温室气体 我们还可以改变能源结构 增加风力 光伏 水电 核电 地热发电等清洁电力的占比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我们还可以逐渐过渡到新能源汽车 等新型交通工具 减少直接燃烧的化石燃料总量 总之 未来的人类 仍然有机会运用科技的力量 将全球的气候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 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也有机会使这些美丽无比的中国冬川 长久地冷酷下去 希望到那时 我们的后代问我们 中国的冰川在哪里是 我们不必只能面对着 咱们森林的幽形体 和开满鲜花的冰漆五堆 去讲述一个遥远而悲伤的故事 这里 曾经有一条中国的冰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